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掃雷這兩罐可口可樂的咖啡加汽水的一個系列 那我們之前其實有跟大家做過手沖咖啡加汽水 還有 濃縮咖啡加汽水嘛 我就想說好久沒有跟大家來做這種掃雷系列的影片了 所以 就來做看看 因為其實 這一年來啊 飲料公司其實也不太敢貿然的推出新的產品 所以其實整個2020年到現在為止 我們可以在超商上看到的飲料新品 其實不多 頂多就是之前有進來過台灣的然後他再進來一次這樣 那有一些人忘記了就以為他是新的飲料 我以前也這樣過 所以其實 今天看到這兩瓶我覺得鬆一口氣啦 終於有新的題材可以來做這種罐裝飲料的掃雷了 那這個其實 我在猜啊 他應該口感上會跟我們以前所做過的那一些 用手沖咖啡也好啊 還是極容咖啡或者是濃縮咖啡去做的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如果是在工廠所出來的話 他可以先把 所有的液體調和好之後再把 氣體打進去 也就不會像我們之前有那種 如果用手沖咖啡啊 你的可樂的比例太少 那整體來說他會變得 氣泡不太夠的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包裝 我在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他可以先把 原料混合好再去打氣嘛 氣體就會比較足啦 那我今天買到的呢 也是他架上 兩個口味就是一個是焦糖口味 一個是巧克力口味 那我以為他的巧克力口味是巧克力的可樂 可是 仔細看了一下他是 咖啡汽水 然後再加巧克力 就等於有點類似摩卡加可樂吧 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對那其實他這邊也有寫啦 他這個是咖啡汽水 就已經完全不是可樂這個東西了 所以 我也不知道喝起來會怎樣 因為我真的還沒喝過 那我現在呢 直接來喝 口味比較淡的是哪一個 啊算了啦直接先喝焦糖的好了 那我就直接打開我這個上面都已經有洗過了 就不想要再浪費水來多洗一個杯子 我就直接把它打開 聞的時候呢 其實他的焦糖味沒有到很重 沒有到像 我們的焦糖糖漿或是自己煮焦糖的那個味道一樣 就是 一如以往的可樂的那個甜甜的味道嘛 那比較特殊的是這個他是使用零卡可樂 就是 沒有糖的 他是使用代糖 那我看一下他的熱量 對他熱量是寫零 那代糖的成分呢我看一下他是使用阿斯巴田啦 所以其實喝起來會跟紅罐的那個標準可樂有一點點的差異 代糖跟普通的玉米糖漿還有蔗糖這三個東西的味道都是有一點點差異 所以喜歡吃糖的或者是台南人就可以辨別的出來 好那我現在要直接喝了 氣好多 他喝起來其實有 有一點點 苦感 就是咖啡的那種苦感 那我剛剛在看他的添加物的時候我有看到他是使用極溶咖啡粉 所以其實也就沒有像 現在大家標榜的一定要用什麼冷脆咖啡啊 氮氣咖啡去做其他的飲料 我覺得其實這樣還蠻單純的就是 這種 這種咖啡他不是不好 那只是因為有時候現在流行氮氣咖啡流行冷脆咖啡 所以食品廠就會開始出這一些 那不代表以前的這種做法什麼極溶咖啡 或者是P4萃取 整大鍋這樣子去萃取 這個不好 就只是一種潮流而已啦 這邊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再喝看看 因為我剛剛其實喝不太出來咖啡的味道 其實整體來說不太會感到很明顯的苦 就是因為我常喝可樂嘛 所以 基本上我知道原本的可樂是什麼味道 那這個就是多了一點有點類似甘草的那個甜味就是 我們之前講過 阿斯巴田會帶有一點甘草的味道 你喝下去之後 呼吸啊 還有喝水的時候舌頭上還會保留 還蠻長一段甜甜乾乾的那種感覺 那個就是代糖的味道 然後苦味只有一點點而已 我在猜其實他添加的量不多 好 好那現在來喝這個 就是巧克力口味的 我看他是加 吉隆咖啡粉 也是吉隆咖啡粉 所以這兩個應該都是使用吉隆咖啡粉 那巧克力跟焦糖的話 我在猜應該是使用香料啦 就不是 就不是另外去添加 因為其實 把巧克力加到這種東西 我覺得也蠻難的啦 所以直接用一些對人體無害的香料去添加就好了 聞起來其實也沒有什麼巧克力的味道 這個有 喝到比較明顯的苦感 因為可可跟咖啡可能本身帶的苦味都會增加他喝起來的那種感覺 那整體來說 恩 如果是這兩瓶喝起來 我覺得整體的 圓潤度 就是沒有什麼太多的微和感的那種圓潤度我覺得 巧克力的這個會比較好一點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個 對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好 因為他剛好可以去中和一下可樂的本身的甜味 就是苦啊然後 可可的這種 整體的調性可以稍微去 中和一下可樂本身帶給你的甜味 可是喝下去 還是可以感受到那個代糖的味道 這個是無可避免的 那其實這兩瓶的話 我認為喔 我認為喝起來都比我們之前所使用的那一種 手沖咖啡 冰滴咖啡 我也試過 各式各樣的咖啡去加可樂 我覺得 這兩瓶比較好喝 認真講這兩瓶比較好喝 那也許是因為我以前 想像的方式有點錯誤就是 我把咖啡加得太多進去 所以 會導致他的咖啡味道太重 然後喝起來可能有點不協調 那這兩瓶喝起來 我覺得他的咖啡的味道是比較少的 但是不是一件壞事 是表示 他們可能有經過很多的測試啦 然後經過很多的盲測這樣子去選出 咖啡的比例 哪一個比較適合 我認為這兩個的咖啡的比例其實是做得非常的不錯 就是 不會讓你覺得說 是一種 很衝突的感覺 我覺得他本質上還是 很接近可樂 只是多了一點點的味道 好那像我們之前喝過很多可口可樂 所出的一些新口味的嘗試嘛 我覺得 以往所喝過的呢 在我的印象中我喝過櫻桃的 我喝過香草的 然後還有去年有出了咖啡口味的 那整體喝起來其實我覺得 這兩瓶的順口程度應該是蠻前面的 去年所出的那個咖啡可樂 其實我覺得也OK啦 只是咖啡的味道其實比這兩瓶重很多 那會覺得有一點不太平衡 那這兩瓶其實 我去買的時候其實我也忘記價錢了 好像兩瓶合起來有特價 我在7-11買的 就是比較 接近我的一個便利商店 那我剛好是要去寄貨才順便買這兩瓶 對那整體來說我認為這兩瓶如果有興趣的朋友是可以入手來喝看看的 兩瓶我印象中好像是50幾塊啦 兩瓶特價50幾塊 如果你們這一陣子剛好有去超商的話 可以順手帶個兩瓶回來喝看看 那如果沒有要去超商 就不要再多增加一個 外出亂跑的機會了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今天這兩瓶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值得試試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